大家好,我是高登仔 今次糟糕了 姜濤,姜濤終於在自己的IG 說了一些東西出來 希望大家給予一些空間去 究竟這件事怎麼搞呢? 前民後你之前住在哪裡 或者搬家之後發生什麼事? 究竟整件事發生什麼事? 高登仔和你一一分析 開始之前 記住拾我的頻道 like我的影片 點擊我的影片 留言 和我的後備頻道 GOLDEN BOYS LIVE 希望大家繼續拾 這件事我長話短說 話說之前有報導 其實姜濤到現在還沒有承認 姜濤之前和父母一起住 由《全民造星》開始 到剛剛這段時間 都是和父母一起住的 當然他的地址 大家如果要知道的 其實已經知道了 高登仔就算不是八卦的人 我也知道他住在哪裡 但你不要問高登仔他的學實地址 我不會告訴大家 自己上網找吧 很多人會告訴你 好了 因為姜濤已經出道了三年 可能賺到錢 和大個兒子 所以早前有報導 就跟著他 我不知道那些是否記者 還是粉絲 總之說他近來 他頻頻就在沙基灣出現 也有人已經爆發了 姜濤住在變動大廈 至於多少號碼 或者多少樓 很快就會知道 大家如果想查 就自己查 他在沙基灣 就是某一棟屋苑的大廈 至於買還是租 不知道 也有留言 說他賺這麼多 買一層樓 其實不奇怪 也有粉絲在附近 拍到他的照片 也有 看我的報導 有記者 應該嘗試跟他 去附近 兜截他 我相信也是兜截到的 我看到有些照片 在討論區那裡 發出了 說姜濤應該出了一些 事情 這件事我自己這樣看 第一 如果姜濤 在IG 告訴你 請真的給我一點空間 我相信姜濤 是受到很大程度上的滋擾 我相信在姜濤 發出這段訊息之前 應該有不少記者 朋友 或者粉絲 姜濤 是在附近 沙基灣一帶 去報他 甚至 有論壇說 連沙基灣附近的一個比較僅靜的球場 都被人讀 因為 周知姜濤 是低調在維園打的 之前 因為住在銅鑼灣 大家都知道 這個公開秘密 之後 轉到沙基灣 在沙基灣一個僅靜的球場 有粉絲或記者 報過 看見 在論壇也拍過 一些 球場的位置 所以 我相信 這是前幾天發生的 我相信 這些投資後 有大量的粉絲 如記 或記者 或朋友 街坊 應該由他附近 大量的 打算生琴姜濤 所以 正正因為這些 令姜濤 覺得有些 騷擾和困擾 因為 始終 姜濤的工作 都很頻密 很頻繁 很多工作 如果 他 其實想 放工自己 一個人 靜一靜 或者 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無論 你不每次都管 是在家 我不知道 可能他自己煮飯吃 或者媽媽拿送過來煮 也好 我也不知道 我到街上吃一碗 因為沙基灣 那裏也有很多食物 以我所知 我等大廈留下 不要問我住在哪裏 自己去查 我相信 在樓下吃一碗 都應該很難 我相信 在沙基灣附近 都應該有大量的粉絲 去播 刪琴姜濤 可能日夜24小時 等候 已經有些相片 流了出來 有些相片 我自己也 有兩件事 我想奉勸姜濤 第一件事 你自己搬了出來住 而你之前的同樂灣居所 大家都知道 新居所 我相信你剛剛搬了出來住 很多人有興趣 想知道你住在哪裏 和生擒你 這件事 我可以稱呼你 作為一個巨星 即是一個Superstar 又上了國際雜誌 又拿了這麼多賬 真是無可避免的 第一個忠谷 要你自己試一下 如何調節 第二個忠谷 你始終是一個明星 下條街 什麼人都有 疼你的 叫你做姜濤 跟你拍一張照片 拿簽名 不疼你的 不知道會搞什麼 或者有些人討厭你的 這個世界很難說 有人喜歡有人討厭 你現在這樣在附近 不知道我的人想怎樣 因為始終 沙幾灣不同 銅鑼灣 銅鑼灣多人 下街已經有人了 所以 有些形跡可疑的人 都會被人抖 但是沙幾灣一帶 就會比較靜局一點 靜局得來 是很危險的 有很多暗角位的 我自己知道沙幾灣在那裏 特別 如果你住那裏比較清淨 我只是奉勸你一句 找朋友陪你回家 甚至正正經經請一個助手 如果你願意請助手 說真的 由沙幾灣排到上去元朗 所以我覺得請一個私人助理 甚至可能有人認證 有些人 可能不用收錢 24小時看著你都可以 請兩三個輪住 24小時陪你 跟出跟入 多隻眼睜一睜你 你不要騷擾不騷擾 如果有些人立心不良 在你附近那裏 對你有什麼不鬼企圖 你真是不知道的 沒有人可以保護你 所以我覺得 你請一個多務資金 請一個助手 去保護你 或者跟一跟你 我相信 他那種大廈 基本上首位都很深厭的 不是普通人可以隨便 隨便 可以隨便 進去看你的房子 我相信 我這個位置 狗仔隊 應該是拍不到的 在大廈外面 所以我覺得 要小心一點 還有 跟出跟入是必須的 你現在已經貴為一個 Superstar 有一個 更貼的保護 我不知道ViuTV有沒有準備 可能你有保護 但是 我覺得你現在需要想一個方法 24小時 有人幫助你 這樣 你會安全一點 還有 最後一件事 我奉勸大家 真的給一些空間姜濤 他始終都是 雖然現在超級巨星 那你說 吃得咸妙第一殼 我想見粉絲 但是 就算出於好心 我只是想見一下他 我拍張照片簽個名 但是 你一個這樣做 一百個這樣做 一千個這樣做 那就是一個壓力騷擾 所以 我奉勸大家 散開 不要再在沙基灣一帶 那裡 散開一點 如果你想找他 就去ViuTV總部等他 你不要在別人的居所樓下等他 這樣會造成極大的騷擾 如果 如果姜濤玩串一點 我相信他不會這樣做 報警 說有人騷擾我 那就散開了 到時候大家都不高興 我覺得做Fans 或者做姜濤 適可而止 給一些空間姜濤 我覺得這樣 幫姜濤 首先是最好的 暫時是這樣 我看到姜濤的Fans Club 都很留意這件事 就叫大家 不要再去 手機玩一帶 就希望 給一些空間去 這樣 我也希望 大家都給一些空間去成長 始終我覺得姜濤 近來的 直是非非真的很多 我希望日後有機會 都會繼續報道出來 好 今天暫時是這麼多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的後備頻道 Golden Boys Live 還有點擊我的影片 留言我的影片 和讚好 多謝大家